今天就是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我們能夠邀集到來自東亞的七個國家 包括東北亞跟東南亞 27個案例 大家一起齊居到台灣在台北 但是其實同時我們今天早上有收到一個還蠻不幸的消息 就是其實在我們正在舉辦這個東亞破千法庭的同時 其實是烽火連天 因為今天早上在我們趕過來的路上 我們得知其實在我們過程當中 有一個長期持續抗爭13年的都更案 在台北永春的都更案 今天早上最後一戶被拆掉了 這件事是很可憐的 但這件事是更多的原因 為我們討論我們的抗爭 和抗爭的抗爭 在台灣 在各個地方的亞洲 在各個世界 所以我们表达我们的同样的 solidarity 向他们人们的户属于这些刻意 和每个人们都会失去户属 所以我们这里来承识他们 不来说在他们身上 但要留下来说自己和我们的组织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最好 所有的家庭和家庭 重要的是今天 今天,在这一条选择, 当时, 这条选择, 会被拒绝, 会被公开的公司, 这是不理解, 因为我们在平安的。 我们不在习惯, 而是在平安的, 为了保持住审则。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of Eviction is 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carried out by the social movement. 什麼叫移工村呢? 就是為了航廠的開發的時候 就是蔗糖的開發的時候 把來自台灣各地的人遷到香斯寮 或是來自馬來西亞各地的人遷到這個馬來西亞的一個航廠的聚居地 但是呢隨著歲月的流轉四五十年之後 他們又被迫要再裁遷 被迫又再裁遷 像香斯寮就是被一個六十米的道路跨過 這些事情呢常常讓我去想 我們今天即使解嚴了 即使號稱是民主國家 但是建構在這些所有的 不管是公務員或者是所有這些行政的長官的心中 他們仍然是這種經濟發展的思維 他們仍然是一次又一次的透過這種建設 來去標榜他們對社會的貢獻 難道這是我們要的嗎 難道這是二十一世紀的台灣要的嗎 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拒絕這樣子的開發導向 我們應該要建立一個循環一個永續 我覺得並不簡單 但是我覺得居住人權應該成為我們內在的思維 也應該成為我們教育的導向 有一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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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說她說我沒有辦法 她說我沒有辦法 其實政府強制我 發生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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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 所以我現在要走 當然 他終於沒有發生生生生生生 但是你能看到很多地方 但是你能看到 你能看到 我认为我们在2016年 这还在继续